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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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今夏自己知道她失眠了 她回到房间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她感觉自从相亲遇见路易到路易陪着自己回家 这中间发生的一切就像做梦一样 很不真实 虽然是假扮男女朋友关系 但是刚才路易和自家老佛爷的对话 却勾矩敲打着她的心房 她说她认准的人便会是一辈子 不知道为何今夏觉得路易的每一句都是那么真 仿佛就是专门针对自己而说的 有那么一瞬间 今夏幻想着要是一切都是真的该有多好 这一切会是真的吗 路易到底为何要来自己家中住呢 为何要假扮自己的男朋友呢 真的是没有地方可住了吗 今夏不禁疑惑她莫非是真的喜欢自己 今夏想着 若是路易真的喜欢自己 她会如何 想到这里 今夏黑黑地笑了起来 若是路易真的喜欢自己 那她做梦都会笑醒吧 可是若是路易无意 估计自己会很失落吧 算了 不想了 这人生本来就是让人无法预料的 与其想东想西 不如好好过 吃好喝好玩好 反正此时此刻的自己是快乐的 管她明日干什么 搞定袁大娘 因为失眠 让今夏睡得有些晚 早上起得便也有些晚了 待她醒来后 慢慢地伸了个懒腰 简单地活动了一下 她方才记起路易在自己家的事情 她立刻简单地梳洗一番 换好了衣服 来到路易的客房 她试探性地敲了敲门 可是却无人应答 她再一次地敲了敲门 将耳朵趴在路易房间门上 发现里面没有动静 还没有起床吗 今夏试探性地打开一条门缝 发现里面根本就没有路易的身影 床铺已经被路易整理得整整齐齐 路易不在 她去哪里了 今夏走下了楼 客厅内也没有见到路易和老佛爷的身影 她往院子里面走去 看见路易正在帮着自家娘亲搬货物 那一刻 今夏看傻了眼 这还是高高在上的路总吗 她不再穿的西装革履 而是一身普通的休闲服 双手抱着一箱鸡蛋 正往超市走去 袁大娘从超市内出来 看见今夏一副吃傻的样子 忍不住怒道 你还知道起床呀 你看看都几点了 你看看人家小鹿 早早就起来帮我干活了 路易听见袁大娘斥责今夏 才知道今夏在自己的身后 回头看了看 温柔地笑了笑 这一笑 弄得今夏更加地神魂颠倒 袁大娘对今夏道 你去把饭菜端上桌子来 路易忙活一早上了 该饿了 今夏看着老佛爷 略有些埋怨地道 妈 这才初二 你超市就开门呀 干嘛这样辛苦呢 袁大娘道 你知道什么 初二生意才好呢 很多人走亲访友 都需要买年货的 今夏走到路易身边 不好意思的道 你别弄了 先休息下吧 路易笑着道 没事 不累 我来得匆忙 也没有给阿姨带点礼物 这不我多帮阿姨干点活 就当新年礼物了 路易经着呢 她知道 袁大娘最看不上的 就是她的钱 她想要打动袁大娘 那么必须要放下身段 让袁大娘知道 她并非一个高高在上的人 让袁大娘知道 她可以融入今夏的生活 融入今夏的家庭 不得不说 今天早上 路易的表现 让袁大娘甚是满意 她没有想到 路易会主动帮她干活 这个孩子虽然话不多 但是为人倒是比较实诚 袁大娘看了一眼 金夏 趁怒道 愣着干嘛 快去弄饭呀 小路呀 搬完这一箱便休息吧 袁大娘的试探 金夏将早饭端到了餐桌上 路易和袁大娘洗完了手 便过来一起吃饭 金夏故意拿了一双公块 放在旁边 因为她知道自家娘亲 有给客人夹菜的习惯 她害怕自家娘亲的热情 会影响路易的食欲 大家坐下来一起吃饭 袁大娘便看见了那一双公块 金夏是她养大的孩子 她自然知道金夏的小心思 可是 她偏偏要试探路易一下 若是金夏真的要嫁到陆家 两家所处的经济环境不同 生活习惯不同 这些事情都要磨合的 袁大娘给陆易加了一块酱牛肉 放在了陆易的碗中 笑着道 小鹿吃肉 金夏知道陆易不喜欢别人给她夹菜 立刻对自家娘亲道 妈 她喜欢吃什么 就让她自己夹就好了 金夏那些小心思 袁大娘怎么可能不懂 故意道 你这孩子 小鹿是客人 我招待下怎么了 陆易看着金夏 要将自己碗中的酱牛肉夹走 她抢先金夏一步 将那块酱牛肉放在了自己的口中 笑着对袁大娘道 阿姨手艺确实好 金夏惊呆地看着陆易 没有想到陆易会吃自家娘亲给她夹的菜 然而陆易这个表现 却让袁大娘十分的开心 她也不是不识趣的人 金夏的小眼神 她也看得懂 她也不再给陆易夹菜 只是热情地道 小鹿 你就把这里当成自己家 想吃什么尽管吃 爱吃什么尽管告诉我 我给你做 陆易笑呵呵地道 谢谢阿姨 金夏就像看怪物一样 看着陆易 一瞬间都忘记了吃饭 只傻傻地盯着自己娘亲和陆易的互动 陆易给金夏加了一块牛肉 放在她的碗中 暧昧地道 吃饭呀 傻看什么呢 两个人对视一笑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 然而这对小情侣私底下的动作 让袁大娘逐渐地开始接受陆易